大家好 欢迎收看日金频道 电子游戏 我想一直都是这十几年来 最通用的万能借口之一 例如自己的儿子学坏 就是电子游戏害的 读书不好 又是电子游戏害 总之有什么事就扔去电子游戏 特别是现在的电话游戏 那就万事大吉 错不在我 全部都是电子游戏的错 当然有些人未必会败电子游戏 有些人可能败星座 有些人败水星逆行 有些人做了些愚蠢事 明明自己的问题都败水星 不过通用性怎么计算都不够电子游戏 现在有所谓的专家 甚至楼价迟早会暴跌 都是因为电子游戏害的 这个滑波理论究竟怎样得出来的呢? 由于过去几年大规模的供应紧缩 令到很多城市的楼价 升到历史的最高位 最近一项调查发现 美国有半数房屋和租屋者 难以负担他们的住屋费用 其中有两成人为了应付住屋费用 是靠不断加班 甚至是不吃饭 擠些钱出来应付 价都不放 饭都不吃 有些人就要卖自己的心头号 更加有一成多的人 是需要和家伙朋友借钱 或者动用他们的退休储备 甚至有超过七分一的人 放弃了存钱 甚至是放弃了医疗的预备费用 调查显示 现在你要上得车 所需要的收入 是比一年前增加了8% 在美国 住屋已经成为经济负担 一些家庭 已经没办法再负担其他必需品 不过有分析师就说 这个情况就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理由就是男性危机 咦 关男人什么事呢 提出这个论点的人 就是被称为华尔街先知 曾经成功预测 2007-2008年金融海啸的 梅雷迪斯·韦特尼 名字太长了 我们亲切点叫她梅妈 她也55岁了 梅妈认为 美国男性危机 将导致楼格暴跌三成 她认为 住在家玩电子游戏的年轻单身男性 是这场美国男性危机的幕后黑手 她说 据观察 由2000年代中期开始流行的电子游戏 能够给人感觉 自己正在跟一群朋友或社群一起玩游戏 但实际上只不过是独自在家 因此 由那个时候起 美国年轻男性的社会法 确实开始显著崩溃 技术进步 和iPhone游戏的日益普及 推动游戏的爆炸性增长 这个时候又適逢就业不景气 在她眼中 这些力量结合在一起 就造就一群不知怎样社交的年轻人 随着游戏的增多 那些人的不适感也随之增加 她就说她的咨询小组 是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年轻人普遍感到沮丧和孤独 原因是游戏和社交孤立 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股恶性循环 缺乏真正的社交接触 会产生社交不安感 从而使真正的社交接触更加不舒服 她就认为这种退缩感 会令到年轻男性失去成家的兴趣 直接影响买屋的意愿 因为除非要组建一个家庭 否则就没理由买屋 同时供应量也会增加 最近有一份分析透露 随着婴儿潮世代的年龄增长 未来十年将有900万个单位进入市场 她认为未来几年供应会增加 但需求不足 最终会导致楼价暴跌 至于有一些研究指出 买楼的单身女性 现在多过买楼的单身男性 所以或者女性能够成功拯救楼价 但梅妈认为没有机会 因为她认为房地产的关键在五个D 就是尿撇、鑽石、离婚、债务和死亡 因为这五个名词的经文开头都是D字头 其中鑽石不单只是婚姻 而是随着关系的发展 两夫妻可能寻找一个新家来纪念成就 这些时刻促使人在房地产领域做出重大举措 如果没有这些因素 只是靠单身女士是没办法推动的市场 即她的推论总结一下就是 电话游戏扩大了游戏市场消费族群 提升了不去从事实体社交的人的人数 不懂社交 接下来就没有人结婚 搞到少了人买屋 最后就楼价崩溃 看起来就好像很合情理点到点 但其实只不过是把某些因素放大了 然后就把整个问题归咎于电子游戏上 因为首先 人们的社交变差 是否真的电子游戏 电话游戏令人的社交能力变差 我们要想想前几年出现了什么问题 早几年就是疫情 这个疫情就令人的社交完全变灵 全部戴口罩看不到别人的样子 你一件事耐不做就自然是有影响的 即是我们澳门即使是封城 都可以说每日有些时间可以自由出街 但是过了一个月 都已经不多不少对自己的社交有些影响了 尤其是梅妈所说的千禧世代 他们在最应该训练自己社交能力的时期 就撞正这个疫情 令到他们完全跳过了学习社交最好的时期 而且疫情也都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习惯 我们不能去用我们以前那种想法 去看现在那些刚刚出来的年轻人了 因为他们经历过的事情和我们经历过的事情 已经完全不同了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没有经历过疫情 我们是大了才经历 他们就在深思最敏锐的时期经历这个疫情 我们是没办法理解得到的 那你说那些人惯着玩电话游戏 你想想玩电话游戏的人多些 还是玩TikTok的人多些 他所说的什么感到沮丧和孤独 感觉是社群互动但其实独自在家 这件事也是跟TikTok一样的 你去开直播、拍片、放上去 很多人留言、很多人给like 但其实你也是自己在家 这件事的情况比电话游戏更严重 梅妈显然就被重就轻了 总之有什么都把男人扔掉 不是你们这些男人在玩电话游戏 结婚率怎会低 楼价怎会下跌 你们愿多出来扯交 找到女儿、买房子 楼价就不会下跌 他们又觉得你不玩游戏 你就会结婚、买房子 结婚也不一定会买房子的 尤其是在美国 很多人都选择租楼不买房子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 买不起嘛 他自己也会说 就业艰难 楼价又升到历史新高 顶你个肺 现在的息还要这么高 怎样买呀? 我不打电话呀? 我把钱全部存在也买不起啦 这些东西 港澳人来说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不是不想结婚 不是不想建立家庭 是楼价令人没办法去想这些东西 这些专家本末倒置 因为你没有结婚异欲 你才不想买房子 但事实上可能根本就倒转 是因为楼价太高 生活成本太高 所以才令人打烧了成家立室的念头 好了,影片就到这里了 大家又是否同意这位阿菇所说的东西呢? 欢迎留言说下大家的意见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